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新政院党产会3月9日向北检告发复联会前主委孤严卓云,妖女顾怀如及孤家助理刘凯里三人设犯刑法业务侵占,背信,毁损他人文书以及促转条例毁坏政治档案罪嫌。 据了解,台北地检署将于4月11日开庭并传唤复联会副秘书长吉宇和总务组长朱爱纳出庭作证。 据透露,孤严卓云今年2月13日搭乘长荣航空班机赴美后,目前尚未回台,陪同孤严一起赴美的亲戚,有担任过孤政府基要秘书的前副联会顾问格保罗。 知情人士指出格保罗因孤家关系,过去挂名妇联会顾问,本人从未到妇联会上过一天班,每月领妇联会3万元顾问费,直到2017年10月底才结束,孤严则是年底被内政部撤换主委。 针对复联会170箱资料会被搬走,这只情人士转述,孤严日前曾向家人抱怨,一切都是副秘书长吉宇和的错,是吉宇孤怀如联系要搬走的,否则自己不会一再主张要会计师查账。 党产会委员则指出,当初在约谈吉宇和时,对方起先什么都不肯透露,最后是突破新房吉宇孤家彻底与他切割后,吉才在最后把受孤严指示讲出来。 委员提及吉宇和至少跟随孤严二十多年时间,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约谈时他都说忘了,但复联会资料要搬走若不是高层角。 定朱爱娜等一般职员哪有权利调动各处组打包整理,接下来就交由北检调查。 此外,吉宇和朱爱娜两人已收到通知,北检传唤两人在4月11日出庭作证,当产会也将是北检侦查进度,密切注意复联会被销毁的档案流向。